嫁给陆怀后 我放弃了机车摇滚 放下了桀骜 却在一次吵架后 他脱口而出 你就不能有点自我 不要总围着我转 你看人家苏音 他一腔热血追求所爱 苏音是陆怀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既然如此 那就离婚吧 老娘也要去追求自己的挚爱了 晚上九点 我守着一桌冷掉的饭菜 试图拨通我那说好六点回家 却至今没有消息的丈夫的电话 我本想告诉他我怀孕的好消息 听童里想到第六声 没有人接 正欲挂断 突然窜进了一道娇琛的女生 是兰兰姐吗 陆总她喝醉了 您要来接她吗 我几乎是立刻就听出了 对面那是谁 陆怀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元气 活力 长着一张稚嫩的脸 平日里张口闭口 都是女孩子就应该听一些交响乐 写写诗歌 陶冶情操 陆怀几次无意中透露 希望我也能学习这些 以后在交流会上能给她长脸 可她从来没有问过我 是否喜欢这些 我深呼吸 握紧拳头 在哪儿 城城酒 话音未落 伴随着众物落地 陆怀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 谁他妈让你接他电话的 这突如其来的脏话 令我和电话那头都沉默了一瞬 印象里 哪怕吵架到极致 文质彬彬的陆怀 也不会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理性 隐隐听到女生的着急 陆总你醉了 你怎么能这样和你老婆说话呢 古灵精怪的语气 光是听着就元气满满 倒是将我的沉闷对比得透彻 石兰 陆怀的语气明显清醒了些 应该是终于听出了是我 但我明白 此时此刻她暴躁的收敛 是因为小姑娘的安抚而沉淀 我不敢多想 只准备趁机让她回家 却不想接下来的话 更是直接令我脸色发白 石兰 你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吗 你的日子就是围着我转的事吧 没有我你就活不了了 你就不能有点自我 学学人家苏音 一个实习生都比你懂事 握着手机的指尖收紧 我强忍住心底的酸疼 我的自我 她是怎么说得出这些话的 我只能当她是在说气话 我耐着性子问了第二遍 陆怀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去接你 不用了 我能感受到 这会儿她已经彻底清醒过来 但她还是说到 累了你就自己先睡吧 话落 电话挂断 而我盯着自动返回桌面的墙值 视线涣散 桌面上的男孩 穿着最简单不过的白衬衫 阳光洒落在她的眼底 五官柔和而又清俊 而男孩身边还有个女孩 一头超裤短发 揽着男孩的肩膀 笑得肆意张扬 那是我和陆怀初识的模样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变成现在这样的 不知是酒后土真言 还是早就在心底压了许久 陆怀的这些话 就仿佛把我的心撕裂开了树道口子 我打开手机相册 入墓底皆是琳琅满目的男款上衣 或者是食品价格比对的截图 陆怀说我没有自我 可我的自我早就在柴米油盐中迷失了 突然 几条群消息突兀地插入了手机屏幕 入眼的句子 令我忍不住同人颤动 下周我们车友五周年聚会 你们要来吗 也不知道兰兰妹妹来不来 人家兰兰妹妹早就不碰机车了 现在一心都在老公的事业上 人家老公可讨厌她碰这些了 真是可惜啊 兰兰妹妹当初可是我们里面最有天赋的一个 我摸着自己的小腹 鼻头酸胀的不成样子 大学时我家条件还可以 生日那天 我爸送了我一辆杜卡迪当作礼物 要知道 那会儿的杜卡迪不亚于金钱的象征了 我简直是爱不释手 也因此结识了一群车友 我算是当中最小的一个 可胜在天赋极高 飙车总能赢了那些老大粗 久而久之 大家都处成了朋友 后来 我家条件一落千丈 我爸见我把这辆车当宝贝 便也任由我留着了 结果 我偏偏这会儿对陆怀一见钟情 陆怀是个乖乖男 他总认为玩飙车的都是混混 不乐意和我多说一句话 大学毕业后 更是警告我 如果不放弃机车和摇滚 就和我分手 怪我犯贱 我爱他爱得不行 我偷偷把机车放在了闺蜜家的车库 但最终 我还是失去了我的宝贝 陆怀创业被骗那天 我很心卖了心爱的机车 为他填补窟窿 这一瞬间 我只觉得自己这些年的付出像个笑话 朋友圈跳出了一个小红点 是那个小时席声发的 陆总说 女孩子就要像我这样 陆总这是在夸我吗 配图里没有陆怀 也没有陆怀的手 我却一眼看到褐色的酒杯中 浸泡了一枚银白色的戒指 那是我送给陆怀的创业礼物 也是我卖掉机车以后 买的最便宜的婚戒 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陆怀 也是我还抱有悉悸 觉得这些年的感情 还值得我卑微守护 直到听筒里传来的关机提示音 令我彻底失望 而这次 我没有再像以往一样 在家里等他 当晚收拾好了 我的行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 我生活了三年的房子 其实仔细想想 我和陆怀之间早就变了 是从我看到他不再自私开始 还是从他见我的眼神 愈发嫌弃开始 轰轰烈烈 早就在不知不觉间结束了 陆怀第二天下午才打电话给我 揭起石南人的语气 显而易见地夹杂上了怒气 石兰 你去哪里了 我和三年前收我机车的老板 做了个抱歉的手势 走到门边才面无表情地回答 陆怀 离婚协议书 我会寄给你 就因为我昨天没准时回家 他冷笑了声 石兰 无理取闹 也要适可而止 我工作很累 没工夫和你搞这些 你就不能找些事做 听听古典乐 写写字画诗词 打发时间吗 不能 这次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陆怀 不再像之前那样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陆怀 我准备重新玩机车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罢 我喜欢的 永远不可能是你说的那些 这三年 我不是丢掉了桀骜 我只是将我的自私 暂时隐藏起来罢了 陆怀还想再说些什么 我果断挂断了电话 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 并转身 对着车行老板大声说话 我想要赎回三年前 那辆红色杜卡迪 要说方才老板看我的眼神 还带有疑惑 那么现在 他浑浊的双眼 几乎是一下就亮了起来 他将我上上下下打亮了一番 笑了 姑娘 你这身打扮 我都认不出了 以前的你 那叫一个自信潇洒啊 那时候 有杜卡迪V4的不多 能舍得卖掉的女棋手 更是几年出不了两个 老板自然是记得我 那时的场景 也确实是让人难以忘怀 我抱着我的 VGV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闺蜜在一旁 拽着我直叹气 她劝我 既然那么喜欢就别卖了 连你爱好都支持不了的男人 帮她干什么 见我没说话 她也没再多嘴 只是轻声道 我知道你很爱她 可是女人最忌讳的 就是你爱她 超过她爱你 我希望我的好姐妹 不要后悔 你这一脉 卖的不是机车 而是卖掉了你自己的翅膀 可惜我没听 我总觉得 相较口头鼓励 这是我唯一能为陆怀做的了 我不舍得陆怀 日渐弯下高挺的背脊 失去光芒 于是我决定牺牲自己照亮她 她也确实是没有食言 公司重启的那天 她赠予了我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 并且逢人就介绍 我是陆太太 公司未来的老板娘 就是这么一颗最简单的糖 让我坚信 她也深爱着我 也让我心甘情愿爱着她这么多年 只不过心头忍不住泛色 原来三年的时间 真的就能轻松磨灭一个人身上最闪耀的光芒 包括感情 我神情晦涩 正想说些什么 打破这尴尬的对话 却看老板转过身 从最底下的柜子里 拿出一个灰黑色的头盔递给我 一个人的热爱是会从眼睛里溢出来的 当初你让我替你保管这个 居然也不怕我这个老东西破产 哈哈 我呆愣愣地接过那个磨砂材质的头盔 眼眶酸胀 一瞬间 众多回忆涌上心头 山间的风 一侧就是悬崖的盘山公路 车友们的欢呼鼓掌 以及飞舞的短发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 我想念多年的那个老伙计 老板 车呢 然而 我看到老板挠了挠头 面露歉意 你那辆太受欢迎 卖掉的当天 就被人给看中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姑娘 我这还有其他款式的二手杜卡迪 你可以看看 这辆950 现在已经停产了 后面的话 我自然是听不进去了 想来也是 三年 人都会变 又更何况是车呢 最终 我摇了摇头 给老板赚了一千块 带走了仅剩的那个头盔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其间 陆怀确实没有再联系过我 我也知道 按照陆怀的脾性 被我拉黑后 她的骄傲 不会允许她再找我 刺冷的风吹拂我脸颊一侧的发丝 重新被我换回摇滚的铃声炸裂响起 石小姐 您预约的B超检查 待会有一个空位 请问您方便吗 我证了证 手下意识地摸向小腹 良久 当对面再度传来询问 我点了点头 方便的 一系列检查过后 医生说 我的胎龄可以进行手术 且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对母体造成的伤害小 她说 人流手术 需要人陪同 后面的话她没问 她见多了 想必见我一个人来 也知晓我是个什么情况 我说好的 然而当医生询问我 是否需要麻醉时 我拒绝了 我想让自己 切切实实地感受这份痛 记住了 才不会再犯 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异常的平静 要说有什么感觉 也就是一团肉 从体内掉了出来 连带着死掉的心一起 闺蜜与小三步 并坐两步地冲了上来 搀扶着我 当看到我苍白的脸色时 她还是忍不住问候了陆怀的祖宗十八代 骂了半天 她眼圈红了 抱住我 将头埋在我的肩头 栏栏别难过 没有男人 咱们依旧能活得耀眼 等你身体好了 咱们去看乐队表演 你最喜欢的 那个乐队 在隔壁城 有个巡回表演 到时候一起去啊 我辅了辅她的后脑勺 半嗓 嗡了声 只是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手术时的场面 毫无温度的器械在我的体内游走 一下又一下 我闭上眼 手被青筋抱起 我紧紧抓住两边的扶手 咬破了下唇 可惜 这个孩子的到来对于我们来说 本来应该是个好消息 三天后 我的律师成功拟好了离婚协议书 我简略翻阅了协议书里分割财产的part 问律师 我有流水明细 能证明公司的启动资金 有我一部分 是否能多拿2%的点数 律师笑了笑 如果对方同意的话 我顿时明白了 因为我的资金都是直接转账给陆怀的 我和他那时又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这笔钱说难听点就是算赠语 拿不回来 正想说那就这样吧 又听律师对我一本正经说道 如果您能拿出确凿的证据 证明对方有明确的出轨行为 从而导致离婚 那么此时的财产分配 可以尽量偏向无过错方 律师都明示成这样了 我再不懂那可就是傻子了 送走律师后 闺蜜问我 你有拍到过陆怀和苏音在一起的照片吗 我抿了抿唇 他恨铁不成钢 又舍不得揍我 垂胸顿足好半天 对着我哀声叹气 交流会 年会 展会 那么多场合 你委屈了那么多场合 真是气死我了 我真是想念学生时代那个天不怕地怕 骑着杜卡迪意气风发的石栏 瞧你这憋屈的怂样 我自愿受于小的一顿骂 如果当初也能这样将我骂醒 那该多好 等他解了气 我给他递了杯水 见他喝下去 才缓缓说道 其实我有证据 于小瞪大眼 一口水差点喷出来 什么时候的事 两周前 失望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点一滴的积攒 才成就了如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给于小展示了这段视频 看完后 于小也沉默了 其实这段视频没什么 背景应该就是公司的交流会 主角也不单单是陆怀和苏音 还有现场的一众宾客 画面中 靓丽的女生笑颜如花 大方帝在展台 跳着柔美的舞蹈 台下 陆怀单手撑着下巴 常年无波澜的同谋中 荡漾出了欣赏的光 异曲完毕 她毫不吝啬地鼓掌 有人上来夸奖 说这位就是传说中的陆太太吗 但又有人说 她见过陆太太 似乎擅长的是摇滚 并不是舞蹈 肉眼可见的 陆怀脸色变了变 她揽住了苏音的腰 突然从容地向对面的合作方敬酒 敬完后 在苏音修奶的面色中 小幅度笑了笑 您记错了 这位才是陆太太 而那时 我刚刚才测出自己怀孕 想着肚子里的宝宝 想着多年的感情 假装不在意 再给陆怀一次机会 不过都是将自己 推入一望无际的深渊 令我意外的是 离婚协议书 很快就被陆怀签署好 递交给了律师 她也并没有向律师否认 这份视频的真实性 就好似这一切 她早已等了许久 与陆怀正式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天 天下起了大雨 地面泥泞 我的鞋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脏污的泥水 等了将近二十分钟 陆怀的车才缓缓出现在雨幕中 这辆车还是我们结婚那年买的 我为陆怀挑选的 她不是那种会甜言蜜语的性格 但当我选中这辆车时 她就立马让销售带她去付了款 她知道我晕车 便会在我每次上车前提前将车通风 随后放上清新的薄荷 就是在这些小细节中 我不知不觉地沦陷 而如今 为我一人准备的副驾驶 坐上了一个陌生女人 车门被拉开了一角 细长的绑带包裹着白皙的脚跟 很漂亮的高跟鞋 然而苏英开车门的动作停了 因为我看到陆怀下车后 弯腰和苏英说了些什么 苏英便缩回了脚尖 重新放回车内 并对着陆怀甜甜一笑 陆怀摸了摸她的头 温柔而又亲密 其实我能猜到两人说了什么 无非就是地上脏 下车会弄脏鞋子 而当我轻而易举地得出这个结论时 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受 陆怀的视线与我对上 我轻笑 抓紧时间吧 签署过程中 我俩没有任何的交流 陆怀头也没抬的 就在白纸黑字上签下了她的名字 她的迫不及待 尽数落入我的眼中 刚硬捐客 离婚生效 民政局门口 苏英依旧没有下车 她的目光挑衅般地落在我被雨水浸润的斜 我也没多夺 迎着苏英的方向微微笑了笑 没看到我极度万分的失态 苏英眼中明显闪过失望 雨晓为我披上外套 面露担忧 我反而安慰似的拍了拍她的手背 小小 我准备参加车友聚会 这一刻 我终于属于自己了 雨晓点了点头 目光却又落在我扁平的肚子上 我懂她的担忧 朝她无所谓的笑笑 放心 身体恢复前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玩飙车的 我也没必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雨晓这才放松了表情 只不过肉嘟嘟的脸颊依旧紧绷 想了想 还是警告我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她狠狠瞪了那两个人一眼 暗骂了句 渣男见女绝配 随后又对着我温和道 接下来的日子 有什么要帮忙的就说 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 我心里头一暖 轻笑着柔了柔鱼小的脑袋 并不是一无所有 至少 我还有朋友 不是吗 离婚的事 我告诉了爸妈 他们此时此刻 正在云南旅游 在得知这个消息时 也只是沉默了片刻 妈妈在电话那头安慰我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的女儿 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陆怀出轨时 我没有哭 孩子打掉时 我没有哭 离婚时我没哭 但在亲人温和 而又真诚的语气之下 我的泪速速掉落 眼眶红了大半 我愈发悔恨丢失的那几年青春 我在南城区买了一套小别墅 和雨小一块搬了进去 并且想方设法 从车友那里要来了屈爷的联系方式 屈爷是当初卖给我机车的人 只要你想要的机车型号 哪怕绝版 他能想办法给你弄过来 不过 听说他后来搬去国外了 正当我不抱希望时 一个人竟然主动联系上了我 他自称是曲爷的徒弟 并且告诉我 他可以卖给我一辆 和我曾经那辆一模一样的机车 连带着改装的绝版配件都一样 我将信将疑 直到那个人说 会在车友聚会上 亲自把车送到我的面前 聚会的地址 安排在东区的一家时代广场 临聚会前 我特意去了趟理发店 打算剪回曾经萨爽的奇尔短发 理发师拿着剪子 半开玩笑地问我 姑娘 受情伤了 你这一头长发留起来可不容易 考虑清楚啊 我注视着镜子中面容憔悴的女人 长发显得整个人轻碗而又娇弱 眼底微微发青 大而圆的眼睛雾蒙蒙的 看不清思绪 曾经 有人当着陆怀的面口无遮拦 嘲笑我头发那么短 怎么穿婚纱 而那个人说完就被陆怀揍了一顿 我还记得那时 他拦在我身前 五官轮廓冷漠 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那个人 我未婚妻光头穿婚纱都和你没关系 没把我气死 而随着时间的增长 陆怀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后来也有人问过他相同的问题 他是怎么回答来着 哦 他说长发穿婚纱更为适合一些 伴随着理发师的画落 镜子里的人几乎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就点了头 手起剪子落 随着亮丽的黑发掉落在地 我的人生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透过镜中的短发女人 我好似看到了曾经那个意气风发 骑着机车 玩着摇滚 发丝在狂风中飞扬 天不怕地不怕的石栏 我提早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十分钟后 一辆重型机车急沙停在了我的面前 他摘下头盔 把一把钥匙扔向我 我眼急手快接住 然而在看到面前这个穿着不羁短夹克 和破洞牛仔裤的俊帅男人时 令人羞恼的回忆一瞬之间翻涌上心头 那时候我总被夸天赋一柄 周围的人把我捧上了天 唯有跟前这个男人 每次赢了我后都嘲讽我 还和我放话 也就勉勉强强 再练个几年 说不定有希望超过男人 我为此还和他打了一架 后来 每场比赛 我都会和他暗自较劲 他总能把我气个半死 只可惜没过多久 我就将机车卖了 在群里说了句 我要结婚了后 他便退了群 没成想 我俩会在这种情况下 再次见面 其他约定好的车友们 姗姗来迟 再见到林素颜后 几个人统一都表现出了惊讶 你不是出国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见我表情难看 其中一个车友胡锋 站出来挡在了我和林素颜之间 我们拦了妹妹 好不容易来参加一次 你别又和人吵架 把人给气跑了 林素颜对此深感无奈 他意有所指的看着我 某人应该也没那么脆弱吧 我抿嘴笑了笑 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 自然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和他拌嘴 林素颜却皱起了眉头 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看 忽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修长的手指反方向直了直 要不要验验车 众人的视线顺着他的手望了过去 在看到那辆精美的流线型车身 我的眼神猛然一亮 余光仿佛看见林素颜松了口气 素颜 大手笔啊 几个车友调侃道 你俩当初那情侣妻 同款改装设备 当时可是献煞圈子里的人啊 但卖给兰兰妹妹 是不是过于生分了些哈哈 当时曲爷手上 正好就两辆同一型号杜卡迪 一黑一红 分别被我爸和林素颜买走了 我爸也不懂 见林素颜准备改装 便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那时也是个机车小白 林素颜改什么 我就跟着 因此还被他嘲笑 小姑娘不懂不要玩 如今改装配件愈发精湛 某些厂商都不屑生产几年前的了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车感 要想在短时间完全还原我的那辆 买下林素颜这辆堪称一模一样的 是最方便的 谁想林素颜勾起唇角 懒洋洋道 骑上来一场啊 行啊 刚见面就挑战我 我承认 要不是身体不允许 我还真挺心动的 胡锋却拦住了我俩 顺手给了我一张赛程邀请函 下个月南城有场公路赛 有时间的话 蓝蓝妹妹要不要来试试 你也别理睬林素颜 炸街 到时候进了橘子 他有人能捞 你可没人 见我迟迟没有接 林消颜突然反唇讥讽我 至少三年没齐了吧 手感都没了 去了也是丢脸 胡锋你就别浪费一张邀请函了 想去的人还去不了呢 明知林素颜是在击我 可我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吃这一套 不论过了多久 我从胡锋手里接过邀请函 打开鞋胯包塞了进去 好 我会去的 也许 这是个好机会 从胡锋的嘴里得知 林素颜手下 有两家传媒公司 她自己又算是半个机车网红 如果我能够有幸 在公路赛中取得名次 拜托林素颜宣传 极有可能自此一炮而红 因为女骑虽然不少 但能够真正玩得好的 屈指可数 对此 林素颜又对我进行了一番言语嘲讽 如果她能够取到名次 我把地铁里的海报 都换成石蓝的照片 这赌约倒是让人来了尽头 胡锋和另两个车友面面相去 小心翼翼提醒林素颜 林公子 你是忘了当初 除了你 我们没有一个能赢过蓝蓝妹妹吗 我盲谦虚到 都是运气好 其实 我什么水平 林素颜再清楚不过了 因为我如果有十场比赛 那至少八场都是和林素颜比的 她太擅长拿捏我的情绪了 但三年的时间 确实能改变许多 要想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 我就必须抓紧时间找回车赶 找回三年前和我磨合的最好的方式方法 思极此 我也起了胜负欲 我对着林素颜伸出拳头 你说好的 不许赖账 林素颜勾唇 破天荒地与我碰了碰拳 我不相信你 我笑了 我相信自己就行 从现在开始 在场的所有车友都是赌约见证人 我和林素颜的赌约正式启动 自由打开了牢笼 就再也无法关闭 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训练计划 并让于晓陪我去市场 挑选了些新的引擎配件 我也开始逐渐找回了些压弯 超车 飘移的技巧 我接于晓去比赛现场那天 于晓抱着我的腰 坐在我后座嚎啕大哭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于晓伤心成这样 趁着红灯 我想要给他找纸巾 于晓却是狠狠抓住我的手 懒懒 这样的你 才是你 我放心了 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 最终 我只回答了一句 小小 看姐姐给你赢个名次回来 一如多年前 我站在巷子尽头 蹲下身伸出手 以后姐姐保护你 我也是愈发懊悔那几年失去了自我的时光 不止我 我的朋友也在伤心 比赛前两分钟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起初我以为是我给于晓定的外卖到了 可接起后 却没有人说话 只有淡到听不见的呼吸声 我又为了两声 见真的没有人说话 便想挂断 正在这时 那头传来了一道迷迷糊糊 一听就很不清醒的男生 懒懒 我胃疼 几乎是瞬间的反应 我反手就将电话给挂了 顺手拉黑了这个手机号 什么会骑东西 比赛选手逐渐入场 都是最新款的机车 明明我骑着的也算是亮度卡迪 但这会儿在这几个人中竟也算不上什么 林素颜就在我的左边 她趴下腰 其长身姿与车身紧密贴合 见我转过头 她比起手套给我比了个大拇指 然后向下 很好 挑衅我 我也会以同样手势 随后正色 弯腰 左脚上抬离合 随着裁判一身令下 数量机车瞬间飞驰 滚滚浓烟漂浮在空旷的起点 加油 林素颜 我没看错吧 是不是有个女骑混在里面了 疯了吧 女骑参加这个比赛 不知天高地厚啊 而我听不见这些 耳边皆是呼啸的狂风 引擎的咆哮 更是让人热血沸腾 一辆重型机车 与我擦肩而过 不行啊 十大小姐 我哼笑一声 手指拽紧 抬脚加挡 车身颤动 马表猛然加剧 我追了上去 我等着地铁站里的海报 比赛结果与我猜想的差不太多 第三名 勉强拿了名次 但重新回到赛场 感受到那骨子热烈的气氛 我心潮澎湃 并不为此感到失落 颁完讲 于小在看台后 给我挥了挥手 示意我去喝水 即将走到看台时 我却被人团团围裹住 几个小姑娘拉着我的胳膊 我的手上一眨眼间 就多出了好几瓶运动饮料 他们七嘴八舌地问我 姐姐 我也能当女骑手吗 姐姐 你好帅啊 你那个弯道超车 差点让我叫出声 姐姐 你能教教我 怎么选车吗 姐姐你怎么能够又帅又美啊 我被这些热情的小姑娘 夸得脑袋发懵 反应过来 才调整表情笑咽咽道 当然可以了 喜欢就去做 不过你们要记住 不要为了任何人 折断自己的翅膀 生命要盎然 才足够精彩 作为公路赛场上 前三名中唯一的女骑手 我成功被路人给传到了网上 如今网络太过于普及 仅仅只是一晚上 我就被高高挂到了热门 我超车压弯的视频 被人给做成了卡点视频 传到各个视频号上 外加林素衍这个网红董事的转发加持 我甚至被某著名机车服品牌 给抓过去做了代言 林素衍愿赌服输 给品牌投资力度加大 一时间地铁站都充满了我的代言 那些网友也是厉害 把我大学时候 打鼓玩摇滚的训练视频 都给翻了出来 评论掀起一股子热潮 我天 这姐们的存在 让我们男的怎么活啊 长得好 玩得好 能开杜卡迪 家境肯定也好 姐姐 你还缺老婆吗 楼上 万一姐姐已经结婚了呢 仅仅只是一个月 我的粉丝数量 就远远超过了林素衍 有时候走在路上 都能被人给认出签名 林素衍也几次三番找到我 让我去他们公司拍摄机车广告 再后来 我和林素衍不知怎么被配成了CP 有网友把我们两个的照片单独截图出来放在一块 还有几个号称是内部工作人员四处散布谣言 一个评论我已经结过婚的评论很快被淹没 而至此之后 我的手机总是会不定时地接到一些陌生电话 接起后却从来没有人说话 我烦不胜烦 拉黑了不下十个 直到某天晚上 在收到第十五个陌生手机号时 我忍无可忍地骂了回去 你再打 我就报警告你骚扰了 石兰姐 是我 苏音 我的第一反应是挂电话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意图 苏音声线颤抖 急急忙忙地就和我说 石兰姐 我求求你 放过阿怀吧 你喜欢的东西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阿怀想要发展下去 只能让我陪在身边 手机那头传来的叮铃哐浪声 吵得很 我拿远了些才到 所以你打这通电话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祝你们幸福到老 我是想让你别再出现在阿怀面前 玻璃清脆的声响 炸裂开来 我听到苏音在那边喊 阿怀 别喝了 你别抢我手机 说着 苏音好像把手机丢在了哪里 熟悉的声音充斥我的耳膜 石兰 把兰兰还给我 兰兰 我胃疼 你不是石兰 你滚开 说实话 我并不相信 陆怀会在短时间内后悔 她如今的悔恨 不过就是在发现 没有人全身心围绕她后的不甘 她想通过贬低我来找回她的自信 然而在发现我并不吃她这一套时气急败坏 真正喜欢一个人是不会舍得折断她的翅膀的 我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事情上 在一片杂乱声中我将手机关机 决定下午就去营业厅更换手机号 换了手机号后 我的手机安静了一段时间 看样子 那些骚扰电话都是陆怀打的 我摇摇头 只觉得讽刺 曾经她外出应酬 我打电话过去 还没说两句话就被她冷漠挂断 久而久之 我就养成了打电话不说话的习惯 如今 这又算是什么 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 以前有多傻逼吗 漠然间 林素衍给我递来了一张乐队门票 前排的 我觉得你会喜欢 我惊喜地接过 没想到 曾经学校的吉他手 已经创立了独属于自己的乐队 我当即给林素衍赚了一万块钱 谢谢啊 我们难得没有斗嘴 林素衍却没有想象中的开心 她拿着手机苦笑了声 一定要和我那么生分吗 我愣了愣 半晌后点了点头 我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感受不到 林素衍对我呼之欲出的诚意 但是她的喜欢太过于幼稚 就好比小学时候 总会有人对喜欢的女孩子 做出些让她生理性厌恶的事情 于是我选择了装傻 林素衍是个聪明人 得到这个结果后 她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只是道 陆怀来我这里找过你 从林素衍嘴里听到这个名字 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她实话实说 我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 否则你也不会重新加入我们 重新拾起机车 重新 林素衍 她的话被我打断 正正地看着我 我对着她笑了笑 大方帝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承认我以前是有些恋爱恼 但现在 我话放在这里 我不会为了任何事 任何人 再放弃我的所爱 也不会放弃我的朋友 她上前给了我个拥抱 还不忘展现她的毒舌 等时大小节什么时候能超过我 再谈热爱吧 林素衍 你找打 借着机车 我人气越来越响 各类大型比赛 都想邀请我参赛 再知道陆怀的情况 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了 和于小视频时 她说漏了嘴 苏音卷走了陆怀的几块地 还挑拨离间 把她手下的老客户 撬给了对家后跑了 听说陆怀在董事会上大发雷霆 形象全无 把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股东 给打进了医院 现在拘留着呢 我没说话 于小小心翼翼地瞧了瞧我的脸色 见我没什么 才接着说道 她其实来找过我 问我你在哪里 她想见见你 说她后悔了 觉得还是你好 想让我帮她把你追回去 我勾起唇角 果不其然 我看到于小灰无奇小拳头 做出揍人的动作 我把我这辈子最脏的花都送给了她 渣男真恶心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是啊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现如今说再多的话 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的我有事业 有朋友 有爱好 有粉丝 这就够了 番外 我接到了陆怀母亲的电话 她以前带我还行 出于礼貌 我耐心听完了她讲的话 懒懒 我知道陆怀她对不起你 我也不会要求你原谅她 但陆怀现在的状态 她不吃不喝 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这个做母亲的 实在是看不下去呀 就当妈妈求你 来看看她 好吗 我并不想去看她 应该是感受到了我的为难 陆夫人试探性地说 电话里说也行 只要能劝她 时间仿佛过了很久 看在陆夫人的面子上 我松了口 阿姨您把手机给她吧 听到这个称呼 陆夫人明显语气失落了 但她还是叫喊 陆怀 兰兰的电话 一阵稀疏的声响 其中还夹杂了摔倒的动静 陈雅的声线有远即近 陆怀颤颤巍巍地问我 兰兰 是你吗兰兰 我恩了声 再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那边的声音 几乎一下就污液了起来 兰兰 我错了兰兰 兰兰 求你回来吧 我深呼吸 还是没忍住讽刺 我回来 你的苏音怎么办 说到这个 电话那头的语气 一下就变得阴狠 像是带着强烈的恨意 她害得我不得不低价 抛售手上的股份 来填补窟窿 董事会将我罢免 她就是个贱人 我窥探一声 兰兰 我现在才知道 只有你对我最好 兰兰 你不是喜欢小孩子吗 她企图说服我 我们可以生几个漂亮孩子 你在家就不会无聊了 看样子 事到如今 她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我不禁为我那些年的感情 感到悲哀 在她迫不及待的语气中 我释然地笑了笑 陆怀 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们本来有个孩子 她微微一愣 显然没听懂这句话 我握着手机 后退 电话挂断前 我在她耳边 宛若恶魔低语 为了防止她 她活成我这样 我把她打掉了 后继陆怀在家里发疯了 陆夫人质问我和陆怀说了什么 于是我连带着陆夫人 一起拉黑了 后来 林素衍撬走了陆怀公司里的 几个高层 公司内部彻底崩坏 到最后 陆怀不得低价变卖公司来抵股权 没错 买下公司的自然是我 毕竟我占的可是股份里的大头 签合同那天 为了防止见到陆怀 我授权律师代替我去签约 以防万一 我让林素衍也去了 我则通过手机来侧面了解情况 半个小时后 我看到林素衍回了个OK的表情包 但紧跟着的 是一张红色杜卡迪的照片 林素衍 这辆 是不是你三年前卖掉的 你不是说 那个老板早就出手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陆怀公司里 风轻柔地拂过我的脸 我单脚踢开支撑架 毫不留恋地转动油门 朝着前方驶去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 我会永远坚持我所热爱的 请不吝点赞于